2018美国东西方偶像声乐比赛 名次总决赛日前在圣地雅各圆满落下帷幕 不同肤色的参赛者同台竞技 经过激烈的角逐 最终20位选手脱颖而出 分别囊括了一二三等奖 2018美国东西方偶像声乐比赛 是由美国东西方文化艺术中心 和冯伟声乐工作室联合举办的 进入决赛的选手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族裔 他们演唱中英文歌曲和富有自己民族色彩的地方曲目 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又有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精彩的演唱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他们有这种机会在舞台上锻炼 把他们平时学到的知识用到舞台上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他们来说 那么我还认为 那么现在他们在圣地雅各这个舞台上表演 那我坚信将来不久 他们会走向纽约的大舞台 这次决赛的四位评委分别由 2017年国际声乐比赛专业歌手第一名 歌唱家和教育家冯伟 作曲家钢琴家和音乐教育家报进书 中西方文化艺术中心总裁 作家段金平 以及指挥家刘连祥担任 因为他们的热情 他们的认真确实鼓励了我们 让我们就好像承担了一份责任 今天就是为这份责任来做这些事情的 本次决赛主持人由被誉为少数民族幽默王子的邓南林担任 其中英文具家是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好莱坞电影学院副院长 他风趣幽默的主持风格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来自各个领域的嘉宾 包括作家张五星 美联社总裁 Steven B 博华乐团团长 英品 著名朗诵家吴广生 资深音乐人 任学文 ASG公司董事长 刘希 博弈智软公司副董事长 苏中慧 青花瓷舞蹈团团长 张小平 著名诗人 沙洪芳 资深摄影师 赵洪和杨新 分别为优胜者颁奖 华美银行行长 黄永杰 卡斯巴德市华人协会会长 严本达和其夫人 以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 都前来祝贺 美国国家电视台 记者王福明 圣地雅歌报道